蔡沐妍婦女剛上小S Melody才藝小孩喜歡最重要 你有當小孩學才藝嗎? 有啊有啊有啊 我學大吉祖 年齡辛茹都有follow到的嘴型時事 他如果不想學是可以啊 他現在情就丟掉吧 近期女星蔡沐妍帶女兒 上小S節目表演大提琴 被小S發現她在表演過程中免有男色 因此性之間的育兒之道 掀起一波熱烈討論 辛茹在家是白臉還是黑臉 天黑 鋼琴跳不是屬於那種強迫型的 因為像鋼琴當然一定要每天都要 你要花很多時間練習 他會有進步嘛 但我其實只是想要讓他找到自己 有心要練習 我也逼他如果那邊一定要練習 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如果有興趣會主動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不太是很用力的過去他說 規定他一定要怎樣 大家有聚會的時候會想要表演 很想要 好像我不用跟他講耶 他會自己主動想要表演給大家看 所以你也想要學才藝嗎 有他們有學 兩個都在學校的社團 有鋼琴 羽毛球 流行舞蹈 妹妹最近拜師學藝在學唱歌 都是他們自己喜歡的 然後妹妹還有畫畫 還有英文班 好多喔 其實他們社團所有的活動 是他們自己想要的 拜託 老師一直跟我說 你們叫他買鋼琴喔 我都沒有理他 我都說你們在學校練就好了 拜託 你們功課在學校寫就好了 不要帶回家 前兩天我第一次聽到他彈鋼琴 我說你真的會彈耶 因為我是全權把他交給老師 因為我小時候不喜歡人家管我 所以我也不會去管小孩 你會讓小孩學牌嗎 不要小孩一個就這樣 大提琴之類的 有一個 喔喔喔這個我知道 我們家小孩有學大提琴 鋼琴跟大提琴 可以上節目表演的那種 他們不上節目 如果他們會有很多發布會 就他們自己的表演 他們都有上過 所以還OK 所以你認識那個蔡沐妍 她有來上過我們節目 蔡沐妍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吧 蔡沐妍有來上過我們節目 我覺得Lydia很好 也是一個獨立有自信 很自信的modern woman 我覺得才藝 小孩自己要喜歡最重要 我覺得身為父母 我們對小孩的一個培養 其實就是培養出她的身心靈要健康 要有自信 要有自主能力 要做個有用的人 剛開始他們還學過小提琴 是我受不了 小提琴你要陪他們經過一個非常 激烈的一個過程 就是讓你的耳朵是沒有辦法休息 小蜜蜂都拉不好 我就算了 然後老師說 可是小蜜蜂 你要給她這時候兩年 她才可以真的趁正追擊 我就不用了 不用了 還是OK 我們不搞這個 我們沒有這個天氣 我們可以搞 居要被教育的 經常是父母親 而不是孩子 24小時起 驚迫叮人 母湯棒 這應該是媽媽叮妳 對啊 你想想看我21歲到現在 還沒有外數過 是塗抹可憐的事情 怎麼會 我頂多球隊宿舍而已 球隊宿 不是 我的問題是 你家在台北 你為什麼要外數 你告訴我 妳以為外數 我們住在一起24小時 也不為過吧 對不對 有為過 好 沒關係 沒有外數過 沒有外數沒關係 但是雖然沒有門禁 我19歲第一次去夜店的時候 跟球隊一起去得很開心 結果我們結束夜店去 要去吃信義區的涼麵之後 他跟我說 你在哪裡吃東西 然後我在到哪裡接你 接你回家這樣 我也沒辦法續托 你就直接接我說要帶我回家 1點半了耶 才1點半而已 1點半了耶 不會啊 我有朋友女兒 她會喝酒喝到凌晨2點多 我告訴妳說 不是 不是 憲哥 那個月都在生日 我也必須講 你們先都覺得沒有關係 我跟妳講 其實我當年年輕的時候 一個晚上也是兩三胎 所以我多麼知道社會的險惡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自己要把自己的女兒保護 但妳外面這樣兩三胎 應該有吃到一些甜頭 對 我 姐姐 姐姐 我的同班同學 陀中康當年也是夜店王子 甜頭沒藏到 倒是嘗到一些龜陵糕 對 龜陵糕 嚇出一聲冷汗 對 開到通宵嘛 苦茶之家也賣龜陵糕 對 那個我也很喜歡喝 不能保護過度啦 太過度了 我覺得該適時的放手了 放手 Energy的歌點起來 真的嗎 保護過度了對不對 對啊 我18歲 我18歲的時候跟他說我想 他覺得 騎摩車是肉包鐵的事情 太危險 他不讓我 他不讓我考也不讓我做 不行 大學生啊 騎出去 你什麼不行 你覺得摩托車很安全嗎 你有騎過嗎 你有小孩嗎 不是 你一定要讓自己上路 因為你什麼 我跟你講 姐姐 我跟你講 如果爸媽管個眼 小朋友一定會自己 可是我跟妳說 真的 真的 我跟妳說 有些事情可以商量 這種事情一次都不能遇到 對不對 我講事實 而且 一次都不能讓大家知道 對 對 漂亮 我朋友的小孩出過多少事 光是聽就已經聽過 不到多少事 好像有一點音樂 對啊 我只是覺得說 沒有非必要 為什麼一定要騎摩車 其實坐車也很好 媽媽也會接送你啊 對不對 也是安全性很足夠啊 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家也是 我們家也都沒有門禁 但是我爸爸是計程車司機 隨時會來載我 對 對 跟Uber一樣方便 我媽就說她是Uber 早上送我上學 練完球也出現在後門 後來有駕照嗎 有啊 這禮拜去偷偷考駕照 我跟你說 20歲才考到啊 要考 這件事情到現在 我老公還不知道 而且最誇張的是 我必須講 你知道那天我開車帶他 然後他坐在旁邊 那個副駕的時候 他跟我說媽媽 我覺得我還是想要去考一下 我說我報名了 對 我報名了 機車駕照 我心裡想說沒關係 報名還有時間 還可以 還可以小以大意 再跟他好好的溝通一下 殊不知才隔一週 他直接發訊息來 媽媽我考上機車駕照了 我瞎會 這 才上個禮拜跟我說 這今天就來訊息 而且不是打電話來 是發訊息喔 沒有啦 說我考上了 騎機車 你現在電動摩托車那麼多 方便 你訓練平衡感 但是他下一句寫的讓我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對 我心裡想說 你把這問題丟給我 他很怕爸爸 因為爸爸也不準 我覺得是父母親這邊有問題 太過嚴苛了 太嚴格了 孩子去玩水你就罵他 有一天溺水的時候你就知道 來 關鍵字 雙標魔人 冠上魔人兩個字 今天好像都是女兒在查理 對 我幾乎從小到現在 就是家裡 媽媽覺得跟我像朋友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頂嘴過 所以我在18 妹妹高二的時候 跟妹妹跨年的時候 我們想出去玩 想外宿 然後想說被拒絕過了 高二的時候自己被拒絕過 想說那算了 就不問了 就乖乖待在家 跟爸媽去跨年 說不知 當天下午知道妹妹可以外宿 可以住同學家 不可以嗎 我心想不 對啊 為什麼我高二的時候不行 我就問媽媽說 我跨年可以外宿嗎 她說不行 她說那為什麼我妹妹可以 這我倒想聽聽看 妳這雙標的厲害 老二可以外宿 老大 我也會這樣覺得 因為你知道 她的平情有問題嗎 第一個孩子 你都會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他身上 你就希望說 不管他是男生 女生 你希望把他教好 但是妹妹她比較會 夾縫中求生存 妹妹就知道 有些東西跟我講 可能行不通就去跟爸講 那還是 聽不出來為什麼她可以外宿 對啊 為什麼 妹妹 沒有 因為是爸爸先答應的 爸爸答應 而且我跟你講 我跟我老公兩個有 達過一個共識就是 如果今天小孩子 你罵他了 另外一個就不要再家住去罵 就不要兩個人 都一直在攻擊同一個人 黑白臉 對 所以他已經答應了 然後我不能再去說 不行 不可以 可是這樣其實姐姐妹妹 通常 因為我是老大 我們都會比較壓抑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 我覺得在我那時候 妹妹 我不行的時候 現在妹妹都可以了 像考大學 我爸不讓我離開台北 所以等一說 你們兩個差距幾歲 才兩歲 跟我們一樣 差不了一個代溝 對不對 情緒勒 情勒 誰 妳啊 對啊 我媽媽情緒勒索 都是嗎 有啦 情勒 情勒 就是我當初沒有考上大學 然後爸爸堅持送我去紐約讀書 紐約讀書 OK 對 18歲的時候 然後我就被送去紐約 在那之間就猶豫很久 因為爸爸覺得說 那就去看看外面世界 媽媽就覺得說 紐約很危險 去外面一個人 可能會遇到困難的時候 沒有家人在 然後所以就變得 媽媽這邊就規定我說 我們去那邊可以 但是我每天都要跟他視訊 我以為去那邊可以 但是不能騎摩托車 去紐約也不能騎 我要去紐約騎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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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堅持 很堅持 因為你知道這個的轉換太大了 是因為我沒有 就是我沒有想到他大學 沒有考到好的學校之後 就要做這麼大的轉變 而且從公布沒有學校 要去念的時候 一直到他去紐約 台灣能夠大學沒考上很難 沒有考到理想 但是沒有考到理想的大學 然後完了之後 從公布到去一個月 一個月 就一個月之內 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 我沒有那麼多的心理準備 然後完了之後再來就是 我必須老實講 因為媽媽也在紐約 我也沒去過紐約 捨不得 我也沒去過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聽說紐約的地鐵 什麼些的地方 對 比較有危險 我只是去過紐約… 紐約… 後來他去了我才知道 他要坐一個小時的地鐵 再坐半個小時的公車 才會到學校 每天自己這樣通車去通車回來 在紐約那個地方 人生地不熟 所以變得我每天就都用跟他視訊 然後他回到家 可能會去超市買一些食物 回家之後邊煮 然後我就邊坐在那邊跟他聊天 對啦 然後因為又有時差 所以有時候不是他累 不然就是我累 就還好後來是因為疫情之前 他就先回來了 回來之後就回不去了 剛好 後來就在台灣又重新考大學 剛好就蹭了你的意義 OK啦 回來 所以老天是有眼的好不好 爸爸媽媽願意送你到紐約 到紐約讀書 我告訴你 一年 一年 大概就是600萬 辛苦了 消不掉 一個小孩子 在那裡出金要多少錢 一個月 12萬台幣 你看 他那個貴的原因是因為他出門 走路三分鐘就到學校 到學校 朝年住那麼遠的 可能價格便宜一點 但是每天的時間才滿太可怕 所以真的不要坐地鐵 到紐約騎摩托車 對 有一個幸福車 趕快 真的啦 煩死 沒有 今天這個表決 我表決不太好 我發表就好了 不用懲罰了 平淵你知道為什麼 孩子會站出來控訴 一定都是認為父母親的太多了 一定都是被製作單位逼的 你等一下要幹嘛 沒有… 沒有… 因為這個確實是有所謂的Gate 就是Generation代溝Gate 所以憲哥要勸勸他 應該放手 但我覺得兩邊真的是要聊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我會覺得 以愛為前提的時候 會壓力太大 最主要是看 你受得了嗎 對 受不了 那你就是要反抗 你就 你要成長 你要慢慢 所以你知道我們心裡面 很清楚知道 所以我們也知道 其實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 父母很多話也是聽不進去 可是你就是很希望 因為我們以前走了太多彎路 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挫折 之類的 希望他們不要遇到那麼多 所以總是會覺得說 那我先提醒你 讓你能夠不要一直失敗 可是我不知道那好不好 或許不好 不是 像我自己遇到了 我才會成長 漂亮 這句話講得好 沒錯 這句話我覺得很理解 好啦 沒關係 爸爸媽媽都沒有錯的 寶貝 寶貝女兒就是他們太愛你了 好不好 寶貝這一篇 你有什麼覺得 爸爸媽媽講的話根本 不是真的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 休息時間要我去跳跳繩 還算在休息時間內 我覺得很奇怪 你沒有照著唸喔 他是說休息時間要我去跳繩 你有什麼事 我有的是希望你長高 你看不讀書的時間 那是叫休息對不對 休息時間 現在年輕人都是拿著手機 一直玩一直玩 又坐在沙發上 他爸爸本身就不高 那他是不是要趁休息的時間 趕快跳爸爸 趕快跳繩才會長高 趕快跳繩才會長高 你不用擔心他你高啊 可是我問他笑到他爸爸咧 黃金成長期就一次 所以我必須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爸爸高 高一個 媽媽高 高一窩 你看這一窩就這麼一個 還不知道 我就這麼一個啊 他肯定高了 對 所以我就要跳跳繩 是不是對的 而且男生其實會長到高中 都還會長 你這不過分 我有一個朋友 他夫妻都矮 個子都小 希望他的孩子長高 他怎麼樣 他怎麼弄你知道嗎 沒有 他在屋子裡面 掉那個百元的鈔票 掉很多 預備 開始 那只有 只有三分鐘 這什麼 預備 是不是很費人 要一直跳 抓到就是你的 抓到就是你的 這滿好 其實他不錯 對我兒子一定有用 媽媽有這樣過 小六就有貼一千塊錢 對 貼在天上 我那個朋友就是你啊 沒有 真的 而且他貼一千的 貼一千 讓你擺得到七點點 讓他去抓 他為了要一千塊 就拚命地跳 我就上當了 因為他抓不到 可是我現在 一摸就摸到了 對 那你要感謝媽媽 長高了 長高了 他實命地跳 要為了拿那一千塊錢 還是拿到了 有碰到 對 貼一姐 我覺得你真的是 真的 對啊 太愛這個孩子 因為如果等到高大學 但是 姐姐 我跟你講 愛之 是足以害之 為什麼 你把孩子 框得那麼緊 不對的 真的嗎 跳繩要框得緊 要放出去 要放出去 最後的疼愛是什麼 他這個年紀不能放出去 放出去 萬一跟你學抽菸 學什麼學什麼 怎麼辦 什麼都要來一下 這麼小 問一下 多看看 對啊 多看世界 有沒有看過A片 沒有 媽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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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媽媽在這裡 對啊 Give me five OK OK 哥哥這麼小 怎麼可以看 13歲都老已經 會思想邪惡在哪裡 佩儀姐現在小孩 每一個人都有一支 手機每一次就上網搜尋 就有了 太多了 難不足的 真的 還有一點 佩儀姐 今天剛好來我們互相交換 經驗 孩子的話 最重要的 不是給他什麼 而是 這是所有課程裡面的第一課 最重要的 這個我慢慢在放手 讓他自己解決 我們家沒有這樣的 一碗飯 什麼菜弄好 就這樣 啪 丟在你面前 要不要吃 吃跟不吃 Up to you Yes 不吃你就會餓 對 若要子女好 且留三分 雞與皮 好啊 大潤發董事長 銀眼梁先生講 小銀 銀大哥 對 真正就讓他 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好不好 來問一下 來 有啊 怎麼講問題 有啊 有啊 有自己 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 有工具書嗎 叔叔那裡 剛好 喂 不是這樣 對 媽媽在旁邊啊 對 我都有看電腦 喂 我是說字典或什麼 叔叔 你知不知道 電腦也輸入 還有一些資料 鍾倩叔叔 第一次我兒子上你節目的時候 他說 鍾倩叔叔好像有點黃 我說這就是他的特點 解決問題 但是他聽得懂 代表他也長大 是他長大 你聽得懂嗎 你別再攔他了 有一些 只有一些啊 加油 長大會更多 來 我們立刻來看看 實測VCR 真的啊 來 什麼VCR 我要把這些 過程全部錄起來 給大家看 我媽 媽 媽 我出去抓寶可夢了 快吃完了 吃完了嗎 快了啦 吃不下 吃不下 快吃了嗎 快 快 快吃 大可吃 吃肉 好飽啊 好 這次比較好 好飽喔 不管 吃完才能回去 哇 你拿起來吃 不是狗 我要出去煮完寶可夢 可以啊 可是你今天答應我的啊 答應什麼 要被國語啊 你那國語去拿 課本拿回來 真希望我女兒看到這一集 什麼樣子 嗯 知道什麼叫做好爸爸 來 第一段 獅子尾 蛤 什麼 獅子尾 等一下 媽媽在哪兒畫 你 可以出去了嗎 蛤 可以出去了嗎 你現在正在發音 去跳 跳什麼 哦 跳兩百巷子 兩百 當然 你覺得你現在你個子都嗎 別人在跳 不是 那你還說話 笑話 去跳 明白 我哪裡跟你說我要跳跳 沒有 這是我的規定 包包樓 跳 跳 跳紅色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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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的不出 小心油 好 這張上一陣子多 要小心喔 好 你知不知道 過馬路一定要小心喔 哇 現在已經4點 4點5星了 我覺得我媽 應該在不久之後可以來啊 走 然後現在已經3分鐘 哦 這裡 哦 這裡 哦 這裡打都要來了 喂 喂 媽媽啊 幹嘛 還沒到家 還沒到家 我就說不太來了嘛 你怎麼這麼快過來 我再給你啊 你怎麼這麼多 不會啦 就進了夜市旁邊的公園 好了 這樣好了啦 我看就比較快跑 那你的火車 就在那裡喔 你都在那裡喔 你都在那裡喔 好 你看 我剛剛跟他說5點到家 結果呢 我才晚了5分鐘 他就現在就擔心了這個樣子 說 要來街舞 我相信我 等一下 如果去洗澡的時候 我媽媽 她一定會進來看 也要看她的日記 媽 我是雞鞋王呢 我好知道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天啊 您吃飽的飽物 寫成同胞的飽物 媽呀 通通抓到 通通抓到 這個控訴 這好可怕喔 妳覺得有怎麼樣 不是 妳這個太有壓迫感了 對 什麼到尾什麼都要掌控得很強 不是 我想知道她有沒有不快樂 或什麼什麼 看看日記可以知道她有沒有控訴嗎 妳沒有發現她離開家裡好快樂嗎 對不對 我最主要看日記第一個看她的心態 第二個看有沒有錯字 妳就跟吃飽就把她寫通報 沒有 吃飽嗎 可是有的時候 妳會偷看她知道的話 她其實寫日記 已經不是真心的在想 寫給妳 日記要約隱私的嘛 她已經寫給妳看了 那就沒有意義啊 寫給媽媽看 哪來說媽媽最近變瘦囉 還寫 對 以前我媽也會偷看 然後寫給她看 寫給你看的 沒有啊 不是啊 所以我現在日記很少帶回來 她就感覺不帶回來了 沒有 她跟開燈絲行號 至少不要給她看 有內外障 待會還是可以給媽媽看的那張 那個是外障 然後自己有一本寫心事 日記妳一早就知道她偷看了 對 妳早就知道了 所以妳等於是寫給她看了 對啊 都不敢寫一些真心話 這樣都沒有意義啦 對啊 妳可以寫在手機的那個記事本裡面 然後加密 加索 她每個都加密碼啊 都不准我看啊 那妳密碼妳都知道 我不要 因為那是我指紋 要指紋開 妳睡著然後 拉妳的手去按 下次用腳的 用腳的OK了 小心 反而是我對手機方面 我很大方就放給她空間 媽媽這個是成立 但是我們心裡面是很感動 因為得到一個證明 妳是這個世上 對 沒關係 這個指控算 成立 唯辯承立 微成麗 喔 我媽她一直問我說 我媽會一直問 喔 還有我媽她 平常常會 這個我們很知道 這樣不算 管東管西咯 她就是 她媽媽也是控制狂 對 那就是假如說今天我朋友來我們家 她一切都是發治於害難 走了之後 就一群朋友走了之後 她就會說 這個朋友賣有型號 還不錯 這個可以 另一個又怎樣 這樣不行 這個不要 少結晶一點 就後面 在後面那裡品頭論足 你讓他自己判斷吧 沒有 因為他現在是高中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如果交到好的朋友 他可能就是走正途 那我都是大門都是開開 同學來家裡 通通OK 可是就是會觀察 比方說 阿姨好 然後拖鞋會收 謝謝阿姨 今天好 然後洗碗收桌子 然後杯子會收到廚房 謝謝阿姨 我就覺得 這真的很棒 沒有 他們同學每一個都 沒有 我沒叫他們 就是他們自己有去做 我就會覺得 這些同學好棒 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要跟有禮貌 他以前國中教的一些同學 看到人是不會跟我們打招呼 送他們去餐廳或看電影 從來不會都卸下你 真的不會 真的 真的就沒有 因為他們可能他也怕生 可是幾次從來打 看到了你是大明星 然後 那個貝克宇的媽媽長那麼漂亮 然後他開不了口 然後覺得 你有這種女神 你這麼辛苦說 他差一點跪拜 對不對 不可能 不是 我只是不是嫌那些同學不好 就是他們走了以後 說貝克宇你以後到別人家 人家的父母開門 一定就不要像這個同學 我可能會講諸如此類的話 有沒有看到 妳媽就喜歡聽好的音話 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 復仇者聯盟 妳不是說那個 教教的女朋友嗎 對啊 因為自己在教 我教了一個女朋友 真的 什麼時候就是啊 就這一次 女朋友 她的功課怎麼樣 她的功課怎麼樣 她的功課很好 她的功課很好 她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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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老師 不錯啊 那你化學不好 剛好可以 可能她的化學方面很好 對 她的功課要來 對啊 我怎麼找你跟我講 我就應該去洗頭髮 去弄一弄 那我問你她怎樣 她的功課 拜託 妳叫媽媽來幹嘛 又不是像說 萬一媽媽不喜歡她 那妳這樣子 妳人家媽媽來 我們這樣幹嘛啊 妳讓我亂吵吵 比較高大之爪 喔 妳好 這是要給妳的 那幫我媽媽 在樓下停車 所以妳先讓我上來 妳送這麼好的禮物 謝謝 謝謝 那我進去缺個水果 到這場給妳喝 好 妳要我幫忙 一起缺水果嗎 不用 妳跟我們家貝貝 妳坐在那邊 好 太短了 她貝貝妳短褲 不好意思 因為貝貝剛剛跟我講 我價錢 沒準備死了 好 她比方在學校很平 不會啊 就是一起讀書 真的假的 那妳平常的興趣 除了喜歡讀書 還喜歡什麼 就是平常是唱歌還有演戲 妳喜歡什麼樣的 我喜歡那種死靈的片 我喜歡死靈 什麼叫死靈 就是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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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種 好 妳喜歡吃水果 妳可以再來吃個水果 好 好 謝謝阿姨 好 好 對 好 三老金 三老金 好 好 妳的媽媽 欸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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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開心的 然後再次跟妳見面 覺得非常的開心 謝謝 來 請坐 謝謝 我簡單介紹一下好了嗎 妳的算是這個 那我的老公是 才藝大的教授 那我升級了妳到教書 對 教護理科學 哇 好正式 他們倆很要好 在住宿館一起都一塊兒 妳女兒都跟你講 對 她回家都會說 然後他們倆的感覺這麼好 那我看就 咱們就先訂了七寶的 什麼啊 七寶七的 哇 我跟妳爸爸講講 如果爸爸OK 我是OK啊 好 待會兒 待會兒 有小朋友講的 好啊 爸媽幹嘛 好啊 好啊 我去幫媽看一下功課 我書房在這邊 OK OK 謝謝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我最胖 等於突然的夢醒 看完了 對 那妳們這樣 這個呢 她的功課啊 還可以啦 還有不用嗎 謝謝我啦 謝謝 妳不用擔心啦 OK 如果有需要的話 好 那我就 連隊來當家教就好了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天色晚了喔 我們要回家了 那妳不是要去西門廳唱歌嗎 對 對啊 妳要不要一起去啊 因為她待會兒有數學家教 我們來講講 是喔 對 OK 那就改編好了 好啊 那我們拍個照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看看佩儀姐僵硬的嘴角 好煩喔 欸 妳們好 妳覺得那個女的怎麼樣啊 妳覺得OK嗎 我覺得不錯啊 妳覺得她穿這樣網襪 短褲 然後穿著大嫩妝 現在大家都流行那樣啦 妳的品味那麼差 大家都很流行 為什麼不行 不是 大家都很流行 為什麼不行 不是 妳可以找到 穿著圓裙 長裙 歌曲 才把她搭帶來耶 壓力很大耶 妳現在最重要是要好好讀書啊 好 我好好讀書 要不然我跟爸爸講喔 我跟爸爸講一下 說妳帶這樣的女孩子回來 然後叫她口髮要這樣 要這樣甩 這樣甩的 她好像那種純純的談戀愛 很單純的 我懶得跟妳講 我當然跟妳講 妳親情喔 不准過 總共都配過 我最後只看成績單 她再用給妳做了 哇 氣勒 欸 冒怒 哇塞 好心喔 欸 最後落那一句話 我不能接受 我最後只看成績單 媽媽 成績單那麼重要嗎 她不是全部成績單那麼重要 真的 成績真的不是全部 她爸爸一直如果回來 有的時候會說 孩子妳怎麼教的 我這麼辛苦在外面 妳自己改一張給她啊 怎麼不 自己輸出的 這樣叫欺騙不可以 什麼叫欺騙對不對 妳又那麼在乎成績單 談戀愛可以 但是不是她現在高中的時間 她大學要怎麼談都OK 她現在還是應該 妳不是叫她交女朋友嗎 不是妳要問她交女朋友了沒 交朋友 宗憲 我問妳 如果說妳見妳的兒子 妳在家突然戴一個穿 這麼短的網襪 那個大鬥 憲哥最開心 對 眼睛舒服 你會怎樣 說要訂婚 我會怎樣 我們不要用假設性的問題 陸西太合 很好 西平 對啊 對… 她那個東西 啊 啊 啊 紅茶的舞台 耶 還吹唆吶 對啊 她還是第一唆吶 唆吶 首席耶 我跟你講 我這一生當中 什麼都看過 就沒看過成績單 讚 真的假的啦 有什麼孩子的成績單 能代表她的未來一生嗎 不是 他最起碼考到一個還不錯的大學的話 他要怎麼玩都OK啊 最重要的大學就是 社會大學 漂亮 可是現在還是看 可是還是到最後 你出來找公平 還是要看成績啊 撒基努那個潔心爛到狗不肯 真的 狗都會剝掉 這是人在考的嗎 是嗎 是 殺鬼 對 不要統統在乎那個嘛 對 學習什麼 學習在乎度比較重要 在乎什麼 在乎比如說 她學習她做一些什麼 她人生 對不對 我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對這個東西 這個我承認 這個我認同 然後她也認為就是說 我還那麼年輕 我不可能跟人家結婚或幹嘛 那個媽媽是生病 說來說 提心 先提個親 對 那你媽媽比較像 不可能嘛 除非你已經把人家搞到 對啊 你剛剛說得到沒有啦 先不要 講到高大了 她去笑望笑的 小心啊 被哭語 我會注意 惡靈 不會啦 這時代已經老早就不一樣了 真的 你不用擔心這個 找到興趣比較重要 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你反而給孩子快樂 給他一個天堂 這是比較重要 對不對 對 媽媽會學習 不要壓力那麼大嘛 你以前那麼胖 然後給我們壓力那麼大 喂 誰啊 不要這樣講話 沒有禮貌 可以嗎 她已經回來了 拿一點那個 回來了 拿一點你代言的來 我教 現在是女神很漂亮 沒有 她不是瘦下來 我們敢講這個話嗎 對不對 然後再配合運動各方面 女神又回來了 高條女神 尷尬 好 成功 來 謝謝 貝克宇 這個喔 根本她有躁鬱症 她每天都跟那個 詛咒人 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 我同意你的說法 因為我認識 她比你認識她還久 她有 所以她一直都是這樣 始終如一 對 但她看身材又不像 不像 很辣 對啊 不是脊節 最近減肥 蛤 最近減肥 不可能吧 這麼瘦 上來 不可能吧 這是個身材浪妙 而且是模特兒一樣的 怎麼可能 一 二 三 請看 唉唷 唉唷 真的有躁鬱症 你跟我說清楚 我們聽很清楚啊 真的 真的有這樣嗎 躁鬱症 真的嗎 怎麼 而且說你是媽媽 她是那種 會唸 碎碎唸 碎碎唸到你那個 整個 神經炸裂的那種人 真的啊 怎麼理他 而且她會用那個 因果論在那裡 一直反覆在那裡唸 因果論 唸你什麼 因果論 你要是怎麼樣 她就怎麼樣 對 你要怎麼樣 就假如說我現在沒站好 她說 我現在沒站好 這樣以後 那個脊椎側彎 再半身不隨 有說說嗎 對 那他半身不隨去 然後變棕樓怪的 對啊 你應該搬去 跟小布丁一起住 對啊 要不要交 我如果跟他一起住 我一定懷疑他爸爸有小三 因為他就這樣 我不會啊 好可怕 那你沒站好 你就說 你站好比較 儀態比較好看 他從柚子園 就站沒站向 坐沒坐向 三七步 我希望我的孩子是 挺直的 所以從小要叮他 我叮了十幾年 他還是給我這樣站 就有一點 才學吉他 對 對啦 媽媽這樣講的也是為妳好 單腳站 這個臀部還這樣歪 對 然後坐 那個叫三七步 對 然後學吉他 是個彎個腰 你從後面 啪這樣子 因為已經講到他一天 這是他心情好的時候 他工作累的時候 那更扯 怎麼啦 心情不好 就有一次媽媽 就是他那一天工作很忙 然後 那一天 就是我平常在家裡 是不做菜的 在那一天我還煎了牛排 做了 烤了魚 但就那一天就忘了倒垃圾 他回來了 就大概晚上10點11點的時候 回來了之後 他說 我很累 然後 他就過來 在一進廚房看到沒倒垃圾 為什麼都沒倒垃圾 你在家什麼都不會做啊 他說你在家就有手 你為他做的一切 他也只看到沒有做的那一件 還留了魚給他吃 太臭傷了 對啊 還給他魚吃 他可能還沒看到魚 喔 對 但他看到魚了之後還繼續罵 蛤 我就已經拿到他面前 他就把他擺到旁邊再繼續唸 真的啊 就沒到垃圾了 你要欣賞兒子好的地方嘛 我承認我的兒子非常的乖 要考著還留一口給媽媽 真的 第一次接牛排給媽媽 可能你吃吃看 那妳就知道為什麼會留給妳 對 對 因為很好吃 好吃 妳跟媽媽跟上 好東西 他的孝心我很感動 因為他爸爸以前說 我都說什麼都不要他做 我來做 爸爸有講 學會煮飯 倒垃圾 或者燙衣服 曬衣服 好男人 他爸爸說因為這樣子 他將來他的老婆不會那麼辛苦 他要等我的分擔家事 後來我就放手讓他做 覺得他也認為倒垃圾是我的 那我就覺得我在外面賺錢 是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家裡弄好 因為他16 現在16歲了 對啊 才16歲 那妳是不是會把那種 外面工作的負面角度帶回家 前路 我承認有的時候會 有的時候會 因為真的好嘞 我都已經快55歲了 那還年輕 看不出來老牛 沒有 崔姐 我跟妳講 妳的狀況 我直接來分解 我幫妳講講 妳媽媽妳不知道 來 怎麼樣 我講得很正確 因為妳 太過在乎別人 對 妳的人生是太累了 妳沒有必要面對每一個人 怕得罪人 很小心仔細 妳看 這樣就撐起來了有沒有 這就撐起來了有沒有 妳看了 妳是個女明星 妳又長那麼漂亮 喂 我們也覺得他也很高雅 拜託 這裡誰看過妳以前真妹的樣子 媽媽已經奪陣 妳的身材 眼看了就像媽媽了 高個 當然這一點 喂 是妳負面 還是她負面 我們要不要交代 戴口罩 對啦 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 講那個 媽媽這更年期很多事情 對 你要注意一下 對 多體貼 多體貼 多關愛媽媽 媽媽一念的話 我趕快來倒 然後她就會覺得沒氣了 OK 她唯一能對話 我承認那一天是我情緒 因為我太累了 然後回家真的很想安靜 不要吵我 我想泡個熱水澡 就讓我安靜 可是孩子因為她就 好不容易看到媽媽回來 什麼的 那我就覺得我那天是 的確我做錯 可是問題是 我真的好累 想跟你聊聊天 哪有不累的呢 對不對 來 我們也做一個石頭 看妳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負面 請看 今天我帶大家了解 我的瘦生命訣 Let's go 現在我媽被製作單位 騙出去拍假外景 所以呢 我就把家裡弄得 這麼亂 就是現在你們眼睛看到這樣子 然後在家裡有很多個地方 架了一些攝影機 那不知道我媽等下回來的反應 會是怎麼樣 喔喔 很亂 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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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家裡面不是有牛排 有什麼的 芹菜有水果 你給我 就吃這些黃紫麵啊這些 你知道吃這些炸雞 這些炸雞會肥胖耶 就會像媽媽一樣 之前一樣那有肥呢 三端甘油脂 你吃這個 你吃這個 吃這個是幹嘛的 這裡面都有放放福利 什麼什麼的 你吃這個幹什麼啦 為什麼不吃一些營養的東西 完了 他就用螞蟻的地上 你看吃的炸雞是屑屑 你這樣子的話 你跟你家怎麼逃老婆 誰要跟你一起生活啊 對 為什麼不拿一個掃把 或者戴神吸一吸呢 你回來要我做嗎 對 你駝背幹什麼 挺起來 駝背 你不懂你這樣子駝背以後 這樣騎身又會不好 長不高 將來穿衣服 那個駝在那邊 是受不了你耶 兒子啊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家裡弄得整整齊齊一點嘛 臉上都是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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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改 我就不會念啦 我跟你講媽媽念語是你的幸福 但是後面媽媽念語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然後將來你要傳承下去 懂不懂 吃完就收起來 好 不要用嘴 就是這樣 接著貝克與邀約同學到家打電動 我看根本玩火 超級玩火的 跳跳跳 一個帥氣的轉身搖頭 在同學回家後 玩這種殺人的東西 還能夠血都不看到那麼畫面 欸 虛擬事件跟真實事件 你要搞清楚耶 好像這種東西3C 因為你眼睛不好 像那個手機裡面的陸學連線 就像剛剛那個瓷氣那個緊繃 你知道分析會殺人的緊繃 哇 不錯 不錯喔 這種東西 那金子會少多少啊 我會想把它看這個東西 什麼是 你知道我剛才是同學有那個 跟我們聯繫其實很棒 很棒的 就是去清水段 你來出海 你走 看那些人 對 清水 亂來 在花蓮那邊那個 有這種太危險了 你可以做其他的活動 參加一些什麼社團什麼都OK啊 夏令嶺 蛤樹什麼都還OK 蛤樹的夏令嶺 你知道那個獨木舟海 這樣子一撞彎穿翻船 你知道什麼難看呢 不是已經收到一半了 白髮人送黑髮人 你知道那種心情有多難受嗎 哇 這太避難了 太負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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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可以 你拜託你好不好 而且你可以其他的吧 安全嘛 好不好去遊樂園玩一玩就好了嘛 哇 最後面倒攝影機都沒變了 太可怕了 好 誇張了 超衰的 現在已經晚上大概 快十二點了 然後我被我媽念到剛剛 我大概再念個幾年 搞不好那些詛咒都會變真的耶 我媽一念到我都應該精神分裂了 好 漂亮喔 其實我剛剛看完之後 我發現我媽有另一個職業 她可以去當歌手 我當rapper 真的嗎 真的 不停 對 不停 我講真心話 這個動作也很多 媽媽真要講對不起妳的地方 就是說 只生了一個 有沒有看到 兄弟姐妹 對啊 如果能夠長多一個 你以為叔叔是愛生小孩 是啊 不然 你們就享受那個 你看小布丁也就那麼一個 對不對 不怕嘛 台灣的孩子好可憐 他如果在家裡面有兩個 為什麼 你一管機槍在轟 如果兩個 一人瘦一半 那也就算了 確定了 結果他現在所有講的 你通通要去聽 對 這一段很難斷 你知道嗎 不好斷 他們是卡在上的愛 愛太深了 但是這樣看一看又還滿溫暖的 對 好啦 這一段就算平手 這個也滿感動的 我 第一項就是出國基金 因為我想說 我沒有在逼他的功課 我們也是想說 從小就學鋼琴 是 那學音樂以後可能就是出國比較有發展 那我是從 阿健老師就彈琴也彈出一個春天 對不對 但是阿健老師 老師被阿咪老師壓著打 所以我們才有兒子 因為今天是阿咪的主場 所以當然這樣講 對 所以我們這個兒子才要 替父報仇 替父報仇 對 所以我 真的有心結 以前都是月光族 我就是為了報這個仇 真的有心結 所以我就省錢去存出國基金 氣到整個臉都上紅 別氣啦 別氣啦 他剛剛在後台說 阿咪看得不怎麼樣這樣子 沒有…這個OK 但阿咪有私底下 請我拖一句話給阿健老師 藝術是不能勉強的 你不要再害人了啦 喂 沒有什麼事 就被你講 你說沒有 沒有跟自己做音效 太敬業… 很會 阿倩夫人 然後存出國基金嘛 就是從他出生之後 就開始幫他存 定存 然後呢 第二項就是 我本來覺得 其實夫妻兩個生活開銷 並沒有很大 然後其實我老公養我就好了 我的開銷也沒有很大 可是自從生了小孩之後才發現 哇 原來他的開銷真的很大 除了學費之外 那種學鋼琴啊 買鋼琴啊 然後他還 學畫畫 學游泳 以前小豬還有豬 他以前就 天啊 那他笑得開心嗎 對啊 他喜歡嗎 我開心啊 我看到小孩子學很多東西 我很開心 還不開心 完了 孩子在暗黑之門 已經在掉眼淚了 我們都聽到了 他們等一下有話要說 所以我們光才藝費 每個月大概就要兩三萬 所以逼得我不得不 也出來賺錢了 很心酸 誰要出來談這樣 來來 好 然後第三項 因為我兒子是學校游泳校隊 所以他每天早上 大概將近七點 就要開始訓練 所以我早上五點就會起床 幫他做早餐 然後做好之後再叫他起床 然後六點就要送他出門 好偉大 對 然後他出門之後 我去練一練瑜伽 上上通告賺錢 我放學 等他放學前 我還要去買菜煮飯 天啊 然後再接他回來給他吃 一切都是為了孩子 對 一整天很忙 每天陪伴練琴 對 因為小時候 讓他在鋼琴前面坐坐不住 所以我們一定要 就先生氏族 坐在那兒給他看 媽媽陪你一個半小時 所以從他小時候開始練琴到現在 我們每天一定有一個人 當然是我在家時間比較多 就每天一個半小時 包括暑假也不例外 陪練琴真的很辛苦 對 我為了陪兒子練琴你知道嗎 這麼難聽 你知道喔 那個對門的老夫婦 已經過來太快 吳先生請你不要再拉小提琴 我們快掛了耶 不要 那個剛開始在練有多可怕 第五項還請家教 這個英文家教 他有在上英文課 這個英文家教 是專門為了我自己請的 因為他從小就開始 因為我們怕他以後要出國 英文不好 那我們也沒辦法幫他 所以他從小就去上英文課 你自己也學 然後因為他們學校的家長會 都是外國老師給你開 那我去一次之後 就發現自己的英文不好不行 是外國的英語家教啊 有 然後我自己都請了一個 難怪我看 Peter 那個長得有點像混血 對 喂 不要再說了 好帥喔 怎麼 好帥喔 你的鼻子好挺喔 完全就是外國人嘛 對 不要亂請家教 應該沒錯 蘇格蘭 蘇格蘭 不是 英格蘭 英格蘭 對 然後為了他 我每個禮拜上兩天的英文家教 我這個家教負責很多事情 然後因為他早上六點 就要出門去游泳嘛 然後一整天 他很晚七點才回來 所以他的營養和健康最重要 那我們有時候晚上要錄影 來不及煮飯 但是又不能讓他吃外面 所以我們有專門請一個管家 下午五點 來家裡煮晚餐 是 還有夏令營也是一起雜中 對 然後去夏令營也是 就是讓他多接觸外面嘛 夏令營才是我們今天做這個主題 主要的發源的 發想的地方 美國有一個孩子 夏令營在當中 他說孩子們寫一個信 回家給父母親 對 他在信裡面竟然寫到 爸爸媽媽 我一回到家 我立刻會殺了你們 而且那一封 這麼重 這個是一個真的對不對 那封信的標題還就寫說 媽媽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want to kill you 真的喔 對 為什麼 原因就是 你們怎麼知道我要不要夏令營 一直擺到我 妳決定了我 決定我的假期 所以妳這個特別注意 可是他們的要求也很奇怪 像他這一次去新加坡 其實新加坡 我們之前就跟他去玩過 可是他這次夏令營又到新加坡 是 又非常貴 一個小朋友去要 八天七 YES 然後我就說你都已經去過 可是他就會跟我講說 不行 我的同學好朋友都要去 我不去就是沒面子 所以我要去 還沒面子 那我們就不得不再幫他報名 讓他再去一次 Peter 來 來寶貝 靠近一點 不用怕 我覺得你活得有壓力耶 對啊 媽媽用這七層樓 對啊 落在你身上 對啊 他這麼帥不好好保護 怎麼行 對啊 帥 我跟你講喔 隨時要走鐘 他就走鐘的啦 這麼快啊 這麼快 你這個 閩南語講說 閩關後出狗賊 就是你 官府越嚴苛 你越容易出盜賊 是不是這樣 然後三殘狗受罪 孩子屬於要疏通而不是圍堵 真的 你把他全讀起來 我告訴你 他有點爆發的時候 很可怕 就發射把硬汗 很嚴重喔 孩子嚇我啦 對不對 什麼東西啊 你幹嘛在聽阿咪老師講話 來寶貝寶貝 Peter 先跟大家說話 關你什麼事 不要看 不想要看一下 這個媽媽的控制 好可怕 Peter來 準備要念這個 你不要急著看好不好 媽媽看前面就好 用聽的就好 好看 親愛的媽媽 暑假就快要結束了 都要開學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上學時 我是全家最累的 我 我早上七點就要起床去上課 上完課 又要去上英文課 等回家時 你又只給我半小時的時間 吃飯洗澡 很感人 軍事話嗎 寫完功課 又要彈鋼琴一個小時 天啊 睡覺都十點半了 累吧 好不容易 放暑假 你又給我報名下令營 那個五萬多 那個是因為媽媽 為了你的將來 別急著解釋 後面還有 有一次參加一個陶瓷下令營 你那邊的老師很羞 動不動就罵人 我希望你不要幫我報名太多才藝 可雖然我都喜歡 但太累了 真心話 真的比較強迫 我剛剛突然間看到 這個 這個 小夫人 原來你幫他做了那麼多 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太累了 而且還是負擔 很累 可是 你那個 可是你一口流利的英文到國外 你沒有覺得你很驕傲嗎 你去鋼琴比賽得獎 你沒有覺得很驕傲嗎 沒有 沒有 Peter 我覺得你有一個解決之道 明年暑假報名我們這個 你所有的才藝課程 必須要全面停課 一個月 那他可能真的會報名 他會報名 全部停課一個月 每天就是打扑克盤就好了 但是Peter 你平常都有在看憲哥的節目對不對 憲哥曾經跟你講 媽媽讓你學英文 是一項很重要的才藝 英文放出賽皆準 對 你將來可以到美國 找到自己親身的爸爸 喂 不要亂講 沒有亂講 小朋友會想起 你怎麼可能長這麼帥呢 對不對 他真的很像混血兒 對 他好像混血兒 而且其實我幫他報名 那麼多課也是有原因嘛 我們只生一個 就是想說跟朋友玩一玩 夏令營也是 我想說兩個月的夏令營 你在家裡就沒事做 那你去外面上夏令營 是不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你這樣你也比較快樂啊 但是他累了啊 他不快樂 他累了 你Skate我把他拍到晚上10點 太緊了 我覺得 那還是你要搬過來叔叔家裡 對 去那裡一趟好了 我家裡不錯啊 我有一個弟弟可以跟你玩啊 有嗎 當情他可以教你啊 要不要 既然在我家那麼累 你要不要去叔叔家 你要不要去 媽媽 好 你不要再逼他了 他老早就要離開了 他才會走 今天就在節目裡面現場聲 好啦 我早就想走了啦 我跟你講 你找到像分手擂台 真的 分手擂台 好 你現在 我們給你10秒鐘 不用拉我們的 這陣陣 手放開 10秒鐘 你慢慢思考一下 看著天邊 是 不要看媽媽 你好好考慮一下 媽媽讓你這麼累 你要不要考慮到 憲哥家裡去住 10 9 8 7 6 3 2 1 請決定 不要 不要回家 他不要回家了 不是 他不要去你家啦 你這麼想要把他拉過來就對了 對啊 很帥嘛 太可愛了 太帥了 媽媽你對他有把握 但是你要檢討喔 媽咪抱一下 媽咪抱一下 好可愛喔 媽媽總是一個控制款 他喜歡控制我之後 他希望我做的事情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啦 很明顯啊 很大自己 對啊 不是 是因為我每天下課回來 在學校上課 對 然後就很累這樣 有很多解渴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就想要休息一下 然後再做 寫功課 然後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媽媽都會 我坐在那邊 我什麼事都沒做 我安安靜靜磚 她就會開始一直罵說 你幹嘛不起來 幹嘛不念書咧 你請問你到底在幹嘛 我生你要幹嘛 什麼鬼的 你就是10點嘛 對啊 怎麼會念成這樣 你要走心 不要走心 你剛剛講他在罵的這些缺點 他通通有 對 對 他自己都會不會 順暢是因為阿公也是這樣罵他 也是罵成這樣 對 祖傳 對 祖傳 你還氣到發IG 對啊 臉書喔 臉書 真的走心了 好走心喔 這個是那個 因為不換手機 所以我覺得 原來你什麼都不是 做什麼 做賽脫也沒用 我什麼時候都會講話 對啊 沒有沒有 舊姨太太 我跟你講 真的不能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算是還可以的 你不能傷到她的尊嚴 你已經讓她覺得 她活在這世間上 沒有什麼用處 對啊 你活著有什麼用 我是你這女兒有什麼用 你這當爸爸媽媽的 我們的孩子只有兩個功能 兩個 包括佩儀姐 你也是一樣要提 哪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 我們對她付出 這是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 其他 Don't even think 想都別想 她當你的女兒 所以幹嘛 你將來老了 要靠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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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 少了 少了Vista 沒有 你來欣賞她 你看她小瓜 舞蹈跳得好好棒 媽媽喜歡妳 媽媽愛妳 應該是這個 有 妳以為幹嘛 一種成就感 我有話要說 妳有什麼話要說 因為我是她媽媽 好 OK 快點忘記 快點忘記 妳跟妳說一下什麼 我要反駁一下 不好意思 很寒嗎 她講得也對 但是因為她現在上國中了 國中有怎麼樣 上國中了 她課業比較繁重 比較忙 但是呢 因為她還是覺得她還是國小 那種散漫的那種心態 那妳上國中了 那妳 我覺得她要 客業為主 那請問為主 但是呢 我是希望她要 分配時間 妳自己就不上媽媽 對 媽媽 喝酒為主沒有錯 但是 但是我要教她說 妳要分配時間 回家 妳要先寫功課 吃飯 洗澡 把妳所有前面的東西先弄好 人生一定要那麼枯燥嗎 妳在做妳想要做的事 可是她都先把自己想要做 先回來 先睡個覺 那個制服 臭襪子什麼的 全部都要攤在床上椅子上 我沒有丟進洗衣台 她沒有 她真的沒有 她跟她一模一樣 回家也一樣 她很誇張 我們沒有理國 我們沒有理這一段 妳不要亂講話 我坐在那裡好好的 突然聽到有人開門 然後就衝進來 然後把她的鞋子亂丟 內衣褲還亂脫亂丟 那不行 對不對 內衣褲亂丟就算了 她丟在箱口 那不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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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喝酒酒 不是 我是心疼她 因為她要坐公車搭檢運到學校 很遠 她六點就要起來 對 然後她弄一弄 那妳怎麼不在學校旁邊 買個房子呢 不會 沒有 這個比較 她賭懷申國中 妳知道那邊寸土寸金 有多貴嗎 貴貴 燙金耶 門牌耶 好…沒關係 我們今天這心裡面有 今天大家幫忙 好啦 OK 叔叔站在妳這邊 好不好 釋籌祭 來 十顆樹呢 不是經過領長的同意 原本是要移除的 今天 就趁這顆樹要移除的時候 來 好 整媽媽吧 等一下記得打電話給媽媽 好不好 好 喂 喂 妳可以來接我嗎 蛤 妳來接我 快點 我來接妳 對 妳去哪裡接妳 就是一個山上 來講 要跟你講話 喂 妳好 我是南港區舊莊里里長 妳的女兒跑到我的社區裡了 山水利公園把我的樹鋸斷了 這顆樹價值50萬 這位媽媽 請妳立即來處理好嗎 去拘束幹嘛 怎麼會這樣子 妳怎麼會去那裡啦 等妳啦 妳趕快過來就對了 好 好 我已經成功打電話給我媽媽 等一下就來看她的反應手吧 好 妳看看 這怎麼了 這是我們 我不曉得從哪裡跑呢 這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祈福過 我們有辦法 我們上次辦合同有祈福過 對 可是我們這個是 有師父家子做的 所以我叫她陪她說要叫媽媽來 對 其實你罵小孩子也沒用 這家長的教育也是很重要 這第一店也這麼老演 而且你哥還過我們的林宿 說實在話 你看我們上面都沒葉子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裡有傳說 就扒回去的話 放在整個圍林葉 你也知道 我們之前辦活動在這裡的時候 師傅加持過了 所以大家都當真了 你懂嗎 就算沒有 大家都當真 所以如果葉子給我拔半光 不好意思 你幹嘛 不是小孩子不懂 是我們真的是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都不會這樣子 樹這樣子那麼破 他一吃下去就倒了 他自己出來弄 不是啊 你為什麼要 而且讓這樣一個里長這樣子 我真的是 我會看到我嚇死人知道嗎 我跪下 你跟那個樹下跪 跟他跪不起 快點 原住民都相信這些樹林的 我真的嚇死人 萬物皆有靈 民宿真的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懂事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我現在該怎麼辦 看妳 妳看 我要怎樣 看要 我要腫腫 還是怎麼樣 剛剛已經跟師傅聯絡了 他說要對樹 叫 欺負我 才立刻不救活 怎麼會這樣欺負我 這件事 我那臉啊 你的腳沒有痛 沒有 我到腳痛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幹嘛 趕快不小心 不小心 來喔 樹牙 好 你拿著大便 女生去 好 我還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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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託 我還要笑 陳寗妳有在憋笑喔 我要來做我後製人家 我也愛玩笑 樹應該會長到 妳媽媽是原意戲畢業的 好啦 看妳這麼有誠意 好 那我現在可以這麼感受 那妳給她那個植杯看 能不能植三個聖杯 好 好 所以妳說 希望我們這個 兩檔的舊莊區 都能夠平安 好 這樣子 然後給我們一個聖杯 有… 好 三次來 再一次 再給我們一次 兩杯了 創這齣的 妳看 三杯了妳 妳看 不錯… 還真的三次都聖杯 那… 謝謝… 就原諒妳 謝謝 妳小孩子要管教好了 對啊 不然這樣子跑來 我們上上這樣子 那妳們先回去好了 好 謝謝 理長 謝謝 不好意思… 妳在幹嘛 妳為什麼跑來這種地方 妳真的很莫名其妙 妳不要嚇我好不好 歡迎給她們吧 妳已經覺得很奇怪 怎麼… 女兒從小有幫妳捅過樓子嗎 而且還跑到那裡去弄樹 當天妳們應該去吃一道菜 三杯 這三杯 這個… 那天我這邊要嚇到 對 她其實很少捅兒子 乖乖的啦 而且突然給我在那個荒郊野外出現 你知道 我告訴妳怎麼會被我 我說同學呢 她說同學已經走了 我說那妳在這邊幹什麼 她被我臭罵一頓 真的 是… 我說妳怎麼身上還有什麼美工刀 她從來不會帶這種東西出門的 怪怪的 對啊 妳就跟她講 妳活在這世界上有什麼用 這種話不能講 我就是要拒數的 對啊 我生妳有什麼用 對啊 對不對 天生我才必有用 對不對 千金善盡它是還復來 不能用成就來判斷一個人 這將來長大 它有巨星的Feel 天下 bour 兒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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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